好,下面我们介绍一下内孔的切割方法 带内孔的 在画图的时候呢,我们要在右侧,一定要在右侧 画一个缺口,这边两边打通 两个线之间的距离呢0.1毫米 然后呢,画好图以后,把图文件另存为 另存为呢,一定要记住存2000格式的 然后呢,把cd关掉 然后呢,用 线切割软件 数据交口,dwg文件读入 这边呢,按取消 下面点线切割,轨迹生成 点确定,点空格键 点链时取 链时取的 这个地方位置很重要 假设这个,我们要让电视从这里进去 这样进去切 这样进去切呢,我们第一个点要拾取这个地方 就 这个拾取的点呢很重要,一定要拾取这个地方 然后呢,选择方向,先切里面 然后呢,轮廓补偿,点下外面 输入穿死点位置 我们呢,就在这里,让它穿进去 退出点位置呢,在这里退出来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轨迹 先切割,生成npgl代码 然后呢,888 然后点保存 这个时候一定要点一下轨迹 然后按下回车 这样代码就生成了 我们呢,先切割 然后呢,轨迹仿字音 看一下 点一下轨迹,它就开始仿字音了 我们这样就能看到 它是怎么进行切割的 几个要点呢 就是 第一,画的图呢 要打通缺口,让电商是有进去的 轨迹路径 第二呢,要保存为2000格式的 第三呢,拾取点 拾取点呢 要令那个 切入点,穿拾点要比较近一些 注意方向和选择的点 其他的呢,就没什么了 好,轨迹